他寫說1967台灣第一家傳統牛排館喔 來我夾一個你試試看 你就可以明白我的感受了 它每一個都很大 哇我整個口腔全部都充滿了那個肉感 真的是很難想像 為什麼牙胸可以做成這樣 哇 它雖然是很小一個面積 但是它超厚的 裡面就是這麼新鮮 前陣子呢我們有拍了大口牛排 還有十九牛排等等的 那些呢都是網友推薦的嘛 那我今天呢想說台中還有哪一些牛排館 適合去拍攝 那我就突然想到 啊我們家呢以前其實聚餐的時候 都會去吃一家牛排館 就是我們等一下會去吃的那一間 那我等一下我就是帶阿框一起去吃吃看 我其實跟他說我們真的有吃過 他一直跟我說沒有 我真的很好奇到底是不是 不是到底是跟誰 哈哈哈哈 鬥不起來了好奇怪喔 而且呢最近阿框要七七情人節了嘛 所以呢想說給大家拍出來看一下 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呢就可以去吃吃看 就是這一家了 他寫說1967台灣第一家傳統牛排館喔 他是在B1的地方 要從這裡下去 很酷吧 我以為是外面的那個大樓 我想說怎麼舊舊的 結果 欸好酷喔 他在這邊 你以前就長這樣 我印象中我記得我往下走 只是我不知道外面那麼漂亮 對啊好猛喔 對啊 他一走竟然就真的好像有點高級了 對 但是在外面我覺得好像有點舊 有種那種隱藏版的感覺對不對 有點 而且現在走下去感覺很有儀式感 那是地下室吃牛排 我要說你這一整路都很漂亮喔 你已經下去過了 我已經下去過了 好像不便宜 對啊就差不多啊 好像比你說那個網品還要再貴個兩倍以上 他這裡呢 算最基本的那個就有經濟套餐嘛 對 那經濟套餐呢就是1388 就是最便宜的1388 沒錯 除非你是兒童 你要點兒童餐 兒童餐的話600 但其實我記得我10年前 差不多就這樣喔 好像是六七百 因為當然物價要飛漲 10年漲了一半耶 其實蠻簡單的耶 對啊 那就有分經濟套餐 然後就是一般的那個 雞排豬排牛排這樣子 然後再往後翻呢 就會開始有戰斧豬排 亞雄那類的 嗯 然後再翻呢 就是菲利 紐約克 樂眼 丁谷 就是比較貴 這就是2288 然後再來就是特製套餐 特製套餐就是有龍蝦 直斑魚跟豬排加龍蝦 就是合在一起的 介紹的那麼細喔 但我們剛才下來之後 真的覺得儀式感滿滿對不對 超滿 欸他還幫我弄這個 對 幫你鋪 第一次有那種人幫你鋪 以前都是那個紙 這感覺很國外 因為他們說他們的那個壓幹 是因為國外情有感 所以導致現在沒有 嗯 所以這說明什麼 他們東西都是國外來的 那個東西是 啊其他的不知道喔 對對對 好我們先想一下要吃多少錢的 你有預算嗎 我發現他的那個經濟套餐啊 跟主廚也選套餐 他其實內容不太一樣 嗯 他前菜還有湯 可以選的也不同 真的耶 甜點也不同 因為他甜點 有一個是奶到一個是布雷 你剛剛說你想要吃菲利是嗎 沒錯 好那你就點經濟套餐 那我就吃鴨胸 嚴選好啊 1888 所以超過2000就不點不考慮 因為他接下來的話就是2000和3000的 我們就先PASS 好 先問前面這兩個 你看他們的餐前麵包已經來了 這個是我們剛一進來就聞到很香的大蒜麵包 然後他旁邊是附這種很像中式的調味料 說豆豉什麼 豆豉辣椒 而且他們這個麵包和這個豆豉辣椒都是可以一直無限去 對對對 然後這個前菜也來了 它的是一個干貝 然後旁邊是一個蝦子 那他們都是用很 就是感覺非常高級的手法做的 嗯 他這個麵包其實 我以為它會是濕濕軟軟的 它應該是很脆的吧 對 它是脆的 那我加一下它的這個 它這個辣醬呢 跟麵包都是無限可以蓄的 所以你如果吃不飽再來 所以我一定很香耶 那個調味料啊 好吃 一定要加 因為你剛才就單純吃這個麵包 我覺得它那個香蒜味沒有特別重 感覺配上這個的話 兩個手在一起 完美的小菜 剛剛那個服務生呢 有幫我把田螺拆個起來 感覺就是很大 然後因為他們說他們的田螺 我是用田塞的 所以它那個殼其實已經 他們挖出來之後再塞回去的 然後有時候可能會挖到兩顆 我們一般吃田螺 你記得那個是脆的嗎 筋的感覺 完全軟的這個 這如果我要形容的話就是 一個麥香瑋的麵包 用蒸的那種感覺 這麼軟喔 超軟的 來我夾一個你吃吃看 你就可以明白我的感受了 它每一個都很大 好肥喔 然後你吃 我們先撇去那個 我們一般在熱炒店吃的那個田螺肉 很像用蒸的感覺對不對 真的耶 完全無法理解它到底怎麼做的 對 因為我想像的田螺應該就是 就是硬硬的 然後軟軟QQ的 然後炒個九層塔 對對對 但韓正完全不同耶 對啊 而且它每一個都很大顆 真的 通常田螺應該要好幾顆 才可以塞滿你嘴巴 這個一個差不多耶 而且它旁邊的配料是好吃的 不過我覺得 它本身那個香煎味比較多 而且裡面有水分感 對 我覺得很讚耶 這個感覺有點算是必點喔 我覺得滿是滿有特色的 感覺比起你的好像 這比較少見喔 我的這是兩個海鮮耶 這個蝦子呢 其實就是冰冰涼涼的 然後還滿脆口的 但是就是外面吃得到的味道 就是蝦子啊 很脆的蝦子 對 再來就是干貝 很棒 跟蝦子比較起來 這干貝很好吃耶 真的 蝦子很一般 對 但是這干貝很猛耶 我覺得這個干貝還有你的螺 兩個都很棒 兩個都很棒 那個蝦就還好 這是紅蘿蔔嗎 對 因為它就是蔬菜吧 喔蔬菜就是紅蘿蔔 然後這應該是螺樂液 因為我一開始以為是 羅宋湯 對 我剛才一直在cue你說 你要不要改耶 沒關係 因為其他兩個我覺得都還好 像你的那個喬達 我覺得外面應該也喝的湯 也是 但是這個就是很特殊啊 因為它這個好像叫做 特製湯嘛 就是你每次來可能都不太一樣 對 就是當日限定的 所以我就點這個看看 這是蔬菜湯 這是蔬菜湯 蔬菜清湯 蔬菜清湯 我喝看妳的 我的是喬達農湯 哇 妳用蝦子 妳是海鮮喬達農湯 真的耶 它的料換起來蠻多 欸等一下 你想要整個燉過去是怎樣 不是我怕我把桌子弄在 嗯 欸你看這個 裡面有蛤蟆 然後有那個小蝦子 所以這個才不是外面賣的那種 完全不是 而且啊 剛才送上來的時候 他問我們說要不要再加胡椒 他就直接拿一大柱的胡椒來幫我們加 跟我們在電影看到的一模一樣 就很有儀式感的感覺 很像鹽蔥捲的那種 妳那個好喝 我的好喝 但我的很特別 好 我只能這樣講 我覺得來到這邊就是 叉子和刀子都要用對 那這裡有分這種像是大著叉子 還有小的 還有小的 然後小刀子跟大刀子這樣 對 感覺會被觀眾罵死 這就是蠶座禮儀 因為我們好像平常沒有在接觸 沒錯 那這個沙拉蠻酷的耶 它上面有那個一粒一粒 這個是什麼 杏仁餃 就是有一些巧克力上面會撒這個東西啊 它的鮑魚沙拉不是那種鮑魚丁 正方形那種 嗯 好酷喔 鮑魚吃起來它是本身已經有調味了 很酸的 很酸的 還不錯吃耶 而且我們剛剛吃了那麼多東西 才在吃鹹菜 是不是國外都這樣子 感覺那個流程就長這樣 一道一道一道的這樣子 對啊 嗯 現在我們桌上呢就剩下這些餐具 因為他們用完他會直接讓你拿走 對 所以這代表我沒用錯 這個人啊 他還在堅持說一定是跟我來啊 因為我自己對這裡的裝潢完全沒有任何的印象 他就硬要說是跟我 但我剛才還有打電話跟我媽說 我們是不是有來吃過這間 不是啊 他說有 然後我想說我記得我還有 那我這樣子還有再跟你來再吃過一次 你跟你媽有來過是另外一件事 我跟你有來過是另外一件事情 問題就是你不是跟我來 然後我現在也在翻以前的那個臉書回顧 是不是翻不到 我現在正在找 然後找到一個挺超瘦的樣子 真的耶 好屁喔 現在是要開始拌炒對嗎 對 好 然後現在下面那個白色的全部都是蒜末 好香喔 那待會蒜末覺得不夠的話也可以再跟我服人員要喔 好 所以我現在就可以直接吃了就對了 對 可以直接吃了 謝謝 快點快點這個不能等這個不能等 來請操作 你看它雖然是很小一個面積 但是它超厚的 對 我點這個是非力牛排然後是三分熟 店員推薦的 就是這裡最基本的價錢的 哇 哇 你看裡面 我們是點三分熟而已喔 對喔 如果大家不敢吃那麼深的話 你其實還可以指定啊 嗯 就是它推薦三跟五分 好蒜 那個蒜頭在下面爆炒 原來下面是用這個蒜嘛 因為它是放在蒜頭上面 所以它吸收了很多那個蒜頭的味道 感覺我很喜歡耶 而且它在介紹菜單的時候它有特別說 非力是屬於肉質比較軟嫩的地方 嗯 然後還有什麼紐約客 裡面就是這麼新鮮 吃起來會很澀或是很乾嗎 你說的兩個都不會 然後它旁邊還有給我們那個玫瑰鹽 敬請吃過最好吃的牛排 也會來吃這一家是有面子的 不會咧 有面子 那它這個牛排啊 其實它一送上來打開的時候 我想說哇 怎麼那麼小 就是很集中在一塊 結果沒想到呢 它旁邊它都是有一些巧思 因為它有要留空間 要給玫瑰鹽 然後還有另外的配料 是額外放在這裡面 它是其實還有配料 像是結鍋啊或者是蔬菜類的 它都是有的 大家在吃的時候真的要小心 因為它的這個鐵跟這個鍋 還有你的那個盤都是熱的 大家你們猜這個是什麼 那最後一件白癡的事情 就是它在切這塊 然後就用這個刀子跟它切一切 然後它就噴出來 然後噴在這裡 我剛才切的時候好像有點切不太短 沒有你吃它皮 然後它就用力一扯就飛出去 超好笑 還有沒有人看到的 有我看到了 結果沒想到左上有一個痕跡 對 我覺得它的熟度沒有到非常熟 保留它深深的感覺 很汁 就是它的肉汁 就我覺得它好像有點利用酥肥的方法 它吃起來就是非常的濕潤 然後一點乾柴的感覺都沒有 很奇怪 鴨胸可以做成這樣子 對 通常我知道的鴨胸 都是那種很扁 然後小小的 但它這個每一塊 都感覺像牛排一樣大 不吃牛的人 感覺可以考慮一下這塊 確實欸 真的不能跟各位拉塞那麼多 這東西一定要先吃 第一次監視到這個家味的牛排 連鎖的牛排 沒得比 完全沒有得比 這個應該必須要連鎖對不對 因為我怕連鎖之後 就是又品質下降 我覺得它就完保持這樣子 就很棒了 真的算是很私人才會知道的事情 就是我已經不敢想像說 你這個再高級的牛排 到底是什麼味道 無法想像 但是我們要先跟大家說一下 我們目前吃到 就是等級比較高一點點的 應該就是 集體凱恩絲 就大概在那邊 我們之前最高 但是人家現在問我說 你現在牛排吃在哪裡 我就說這裡 欸你看我要三個鴨胸 才會跟你一個一樣 沒錯 又一拿三個跟我換了 我覺得我的櫻桃鴨胸 其實是屬於後期久 一開始吃呢 雖然也覺得它好吃 但是我覺得是要吃到後面 它越放越久 你會發現它裡面的那個肉汁 一樣是那種很甜的感覺 而且它的外皮啊 雖然我剛才是有點切不太斷 只是如果你好好的吃進去一塊的話 你會發現它是有點脆脆 然後它裡面的那個肉 吃起來會讓人覺得 哇我整個口腔全部都充滿了那個肉感 但那個肉感卻帶著那個肉的甜味 真的是很難想像 為什麼鴨胸可以做成這樣子 我們現在餐點呢 也差不多到了尾聲 來送了飲料 這個是阿寬的紅茶 我發現一個很奇怪的點 通常我都會很care飲料 有沒有上來對不對 但今天我完全忘記有飲料的存在 這個紅茶呢 我覺得大家可以點耶 它有分冰的熱的 然後還有分無糖微糖 微糖的我覺得還不錯 喝起來很順耶 然後呢另外我有點花茶 那花茶的話 我今天喝的是桂花 那是它的那個花茶的話 就只有熱的 這個桂花聞起來很香 它好像除了桂花 還有另外一種可以讓你選對不對 嗯 現在我們的甜點都已經上了 然後這個芒果奶酪呢 它上面是有芒果醬 然後草莓跟藍莓跟一片薄荷葉 其實它的奶味沒有很重 對 那反而是它的那個芒果味很重 它上面那個芒果醬味倒偏重 對 因為我們比較少吃你覺得是中心的 我還是講不太出來 就是奶酪 就是奶酪 但我比較期待你這個 因為你這個的上面也是搭配一些藍莓 然後它的焦糖的那個表面非常的脆 布蕾 這就是我的最愛 希望你吃布蕾可以多說一點什麼 好脆喔我已經聽到了耶 烤烤烤的耶 它外面那個焦香味很重 外面那一層它烤得非常的脆耶 因為有一些吃的它是屬於比較薄薄的敷衍敷衍你這樣子 而且它裡面的內餡布丁好綿喔 那我這樣兩個應該會選你那個對不對 如果大家來吃的話就點這個布蕾 完美 你那個最便宜的好餐好像就沒有布蕾 對耶我只有一種我沒得選耶 其實我剛剛就是想說看到有那個甜點 我想說幻笑 我就是為了這個布蕾所以變得比較貴的 那你也是值得的我也是值得的 對 因為我那個鴨胸搭配這個我覺得其實也還蠻不錯的 富蕾真的是完全給過 你那一款的話就是普普 我們現在吃飽之後呢請店員幫我們拍照 然後順便帶大家看一下這整間店 真的很漂亮對不對 超美 然後那個店員自己幫我們找一個漂亮的角度 半繩了對不對 對我要幫你看 好 這一切也太妙了吧 對啊 因為我原本想要幫他拍的是很繩的 但因為現在是一天穿這個樣子 所以沒有辦法顯得那麼的高 高粿 哇 來可以再調整一下 所以那到現在待會馬上就變得很不一樣 好的 所以呢我們剛才這樣吃完的價錢是3604元 我覺得吃起來真的是飽足感沒有到非常的慢 因為我到現在其實感覺我還可以再吃東西 感覺可以吃一點零食 對 但是呢我覺得它這個飽度是還蠻舒服的 不會讓你覺得說我剛剛到底有沒有吃東西 它其實還是有一定的水準在 但也不會到很撐 那我覺得它最後啊幫我們拍照 喔這個又會更加分耶 因為它真的是很用心 而且幫你拍完之後還幫你挑 還告訴你說這裡的故事是怎麼樣子的 所以故事是什麼 他說這個其實是有一個創辦人 然後它裡面有點像是它的故事館 然後裡面有很多都是它的生活照啊等等的 然後裡面其實還有一些藝術品 帶我興趣可以再慢慢聽他們說 但我其實也有點忘記了 但我自己覺得呢 這個真的也是滿滿的回憶 然後因為它剛才也跟我說 他們確實在這裡開了三十幾年 就一直在這裡 然後它只是裡面裝潢會有點變 那變的之前好像也是十年前了 所以我印象中的就是之前的裝潢 它有沒有一些老台中人 有來過的話我覺得大家應該可以找到一些共鳴 有沒有發現裡面竟然進步成這樣 但價錢的話也真的是有進步 因為畢竟我小時候我家裡也沒有特別富有 但是我們竟然是一直吃得起的 所以代表說應該其實價錢也有稍微做調整 但我自己覺得我們這樣子全部吃完之後 會覺得很適合大家有什麼紀念日啊 可以來這裡吃 如果你是生日或是結婚紀念日 你來這裡的話它會幫你拍照 拍照之餘它會送你相框 它也是會不定時換 那我剛好特別問說 那七夕的話大家會有沒有什麼優惠 他們說他們七夕的話也會有一個那個七夕套餐 會免費贈送你那個相框 因為我們想說這個想要給大家七夕可以參考一下的 大家過了之後我就不知道有什麼活動 結婚紀念日也可以來 喔對結婚紀念日也是 那我們今天的話就也不是合作的 所以就跟大家說一下正式 我們有沒有照片沒有相框可以拿 好可惜喔 好啦那如果大家有喜歡這些影片的話 歡迎再告訴我們 掰掰 掰掰 後面討論就把它們 использовать 詞 lors和 journalism 之後請大家的男人